24小时建书店 基隆迈向书香城市 位在基隆东岸商场的建书店五周年了 将特别事办假日期间24小时不打烊 书店团队并规划丰富的走读 电影分享 音乐 美学等活动 常逛24小时书店的市长谢国良 跟文化局长江廷梅也特别来到建书店 力挺书店事办假日不打烊 让基隆迈向书香城市 那其实24小时的书店啊 它其实就是日跟夜间 就是实践美好生活的一个想象 那我自己一个人当然不敢做这么大的梦 那这个梦呢我真的需要 真的要感谢基隆市政府 县市长跟局长他的支持 还有我们很优秀的基隆建书店的团队 因为你看到里面的 我们不管是地方人文文学 电影音乐美学创作跟走读 建书店都有这样这么 就是你看到这么齐备的人才在这边 我们晚上呢 我觉得最值得一提的是电影的部分 因为我们邀请到了四个导演 四个非常厉害的导演 分别是张慧经导演 张作记导演 梁君杰导演 跟李怡芳导演 来做电影的分享 那再来就是 我们晚上也有走读 欢迎参加我们晚上的走读活动 以及文学的部分 我们有邀请到了廖志峰 影城文化的廖志峰大哥来帮我们做分享 那简林老师呢也是在地的 非常厉害的文学家 那也在邀请中 希望就是大家可以常来 很像可以来试一下我们夜书店的氛围 对也希望就是政府以后可以 多帮忙一下我们的艺文产业 对对对 那让我们的那个阅读 能够更走入地方这样子 我们夜晚的书店除了书香 除了这个环境 你可以沉浸式阅读之外 我们还有特制了书店的特条 像这杯是果韵书香 那这个是草莓百分百 不只是我觉得我们单一的要推动 建书店本身变成 周末假日开24小时 我们在今年的 112年度的年度的追加预算 我们有提出了一个科目 这个科目我们暂定名称为 24小时书店 及文化创意商店的辅助计划 也就是针对于书店 如果要开24小时 或者是某一些能够帮助我们基隆 文化城市生活有具体贡献的店家 我们就会愿意予以补助 因为我们都知道 一个城市不能只有量饭店 也不能只有便利商店 这是必要的 但是不能全部都是 我们需要更多 更好有创意 像我现在身处的这一家 24小时建书店 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相信对于未来的市民生活 绝对是会有具体的帮助 市长谢国良说 市府会大力支持 有意愿营业24小时的书店 期盼基隆有越来越多 文化创意店家的参与 让书香气息 深入基隆每个角落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